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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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被袁警拦查下来 一脸醉醺醺 却拒绝配合酒策 还不断大声嚷嚷 直接男子频频胡言乱语 还要求袁警强毙他 说什么就是不愿酒策 甚至呛吓自己去圆明会的人 现在都不想跟我们配合 圆明会 我跟你说 你这些酒策 我给你几十八万 车扣起来 事发地点就在元旦当晚 当时孙姓男子行进台北重庆南路 被巡逻远景见状 违规骑在人心道上 警方上前拦查 发现他浑身酒气 但准备实施酒策时 男子却迟迟不肯配合 如果不停 一下说没钱 一下又乱喊假身份 男子情绪激动 将酒策吹嘴 害落 并不断大喊 我没钱枪毙我 情绪十分激动 显然还没纠醒 我也明白了 你们该相比我不要问我 等一下再次再次 你刚才再次 你们相比我不要问我 酒驾上路 还对远景大声咆哮 男子街头上也脱续行进 最终不止被开除 十八万元据策罚单 机车也被当场查扣 后续还得面临 丢销驾照等罚则 恐怕酒醒后 再怎么懊悔都来不及了 就赵美兹张又词采讽了 什么事 都是